零基础学电脑,不分年龄,无关学历 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电脑基本应用教程第九课 我们这一节课主要来讲 电脑上上网查资料,下载图片,看视频等 我们在电脑上找到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有很多种 现在我这边的是360安全浏览器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浏览器 那我们双击把它打开 我们只要会用了一种浏览器的话 它们用法是一样的 好,打开了之后 那我们就开始来了解一下这个界面 上面这一栏,这是网址 有英文,然后有这个数字的这一栏 它是我们的网址 然后下面这里是搜索栏 我们一般要搜索,就是想查什么资料 我们一般在这里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文字看见没 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字 我们指着它,它颜色会变的 都是可以点的 就是想查什么都可以 你看这边娱乐,综艺,电影,电视剧 购物都可以 随便点 只要是指着它,它能变颜色的都可以点 那我们,比如我们现在要查什么 查一个东西 我们比如查,比如我们想了解 钱林山的猴子,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查一下 钱林山,好,钱林山公园 是不是 钱林山公园 好,现在下面的话它就给我们出来了这么多 那我们钱林山公园,点它一下 或者点旁边那个搜索 然后就可以了 那现在的话出来的就都是钱林山相关的 那这边有一个钱林山 360百科 那我们就可以点一下它 然后这个界面的话出来的就都是有关钱林山的一些资料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们查资料 查资料就是这样子的 就来了解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 了解一下钱林山里面有哪些景区 里面的景区 然后名人 都可以在这里浏览 然后就如果是想复制 这些文字都是可以复制的 有的时候说查资料了之后 你想复制那一段 然后放在你的文档里面去 也是可以的 就是选中 选中你的文字 选中你要的文字 然后选中了之后 数别右键点复制 然后打开你的文档 数别右键粘贴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查资料 那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只关掉 刚刚我们打开的 只要它数别右键点关闭 数别右键点关闭 好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这是查资料的话 就在搜索栏的这里 去输入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比如说想看电影啊 那些 我们这里想这些都有 上网啊买东西啊 淘宝啊 那些都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这里淘宝 是吧 什么都有 然后想点什么就点什么 比如我们现在要看电影的话 下面这里有个电影是不是 点了之后 现在出现的这个界面 就是专门关于电影的 然后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 之类的 就去点 就点 点了之后就出现 这都是电影了 刚刚我点的是一个喜剧 所以现在出来都是喜剧 想看什么电影 就点什么电影就行了 找到你想要的 然后点打开 点中间那个 然后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 播放 是吧 这里有个播放 我们按一下播放就可以了 那现在的话 刚刚打开了点 打开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电影的界面就出来了 出来之前 它都会打广告的 打广告 然后就听完广告了 它那个 我们的电影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看电影 现在把它关掉 上面这里 只要它随便一键关掉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说 你想看什么 想看视频 比如我这里输一个养花 是吧 那想看 想看视频呢 还是看图片呢 之类的 都可以点上面 再去选 比如我们要看图片的话 我们点图片 然后点旁边这个搜索 然后我们要的图片 就全部出来了 是吧 我输一个养花的图片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找到 我们想要的图片 随便点 这就是我们看 我们的想要的图片 看一下 然后比如这里 还有个 这个箭头 我们可以点它 去搜 去下一张 比如我们找到 我们综艺的图片了 我们想把它下载 到我们的桌面上去 怎么办呢 就指了它 鼠标右键 这边会有一个叫 图片另存围 另存围了之后 我们就点桌面 然后点保存 保存 点保存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缩小 缩小了之后 我们去看 我们的桌面上 就多了一张图片 花是刚刚我们点下载来的 本课小节 这一节课 我们主要讲了 电脑上上网查资料 看视频 下载图片等的内容 我们上网的话 一般用的是浏览器 进行上网 那个浏览器的话 它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常用的是 360安全浏览器 是吧 但是会用了 其中一个的话 其他都是这么用的 然后在打开里面了之后 它会有很多的文字 里面的话 我们都可以 指着它 它会变颜色的 我们都可以点 就是点你想要的 这样的图片的话 就是找到你的图片 然后指着那张图片 属别右键 点定重为 保存在桌面 就可以了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